好那么端午节就快要到了 在疫情的笼罩之下 民众避免外出购物 纷纷选择在家自己包粽子 那么台东县卫生局近期 也是针对了市售相关食品 检验大肠杆菌 防腐剂等等的项目 总计有57件的产品 全数是符合规定 卫生局也建议民众 可以选择网购 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一颗颗粽子有荤的 素的 咸的 还有甜的 光是用看的就令人口水直流 动物节将近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这一位 不少婆婆妈妈一早就来到市场 挑选粽业 干货配料 准备回家动手包 吃得才安心 往年是都订过 但是今年疫情里面 自己包比较安全 在家包粽子要注意食材的新鲜度 不要放置过久 因为现在夏天也比较容易腐败账 要确保民众买的安全 吃的安心 台东县卫生局走访市场通路 针对端午节相关食品食材 包含粽子 调味料 虾米 香菇等 检验大肠杆菌 防腐剂 漂白剂等项目 总计57件产品全数符合规定 但也提醒民众要确实清洗干净 避免农药残留 挑一些漂亮的啊 是啊 即使也会稳稳看有没有新鲜啊 其实就是只怕农药而已啊 就是大家清洗方面在注意这样子 疫情期间民众纷纷选择在家自己包粽子 不过卫生局还是建议可以多多利用网购载配道府 减少外出采购 避免群居风险 若是真的要到外采买 也务必做好防疫措施 维持应有的社交安全距离 介绍家会台东市报道